歡迎來到全新系列看人XX最開心 今天我們會一起看一下網上的裝修案例 我會做一些反應 給我個人的意見 我待會不知會說些什麼 不過這些都是我最真誠的... 設計意見 希望做完今集之後不會被人告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看吧 一間過千呎身處於豪宅地段的住宅單位 設計除了要配合屋主日常 一千零八十呎 最重要是顯示出豪宅的氣派 這個單位同樣在不作出大改動之下 利用不同的物料去創造出一種充滿現代感 簡約有高級的髮色風格 髮色,主人房書房,客房,一個廁所 兩個應該主人房旁邊有一個廁所 為什麼是NPC的? 對不起 原來這個圓桿位也挺大 其實走廊也挺闊的 不過我覺得那個鞋櫃有點高 你剛才的感覺覺得這個特別闊呢? 其實它也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本身這個廚房位唯一的不好處 其實本身也有窗 但是窗其實是向內階的 自然的光線其實就不多 所以我做了一個青玻璃的一個物料 這個走廊的光線反而就帶回到傳網位置 它現在這個窗有些尷尬的大小 因為這樣 它像是實驗室那些 這個是手術室看進去 或者是實驗室 我希望窗可以做大小小 因為你反正都是開個洞 為什麼不開大小小 又或者可以做 有些咖啡可以開窗 打開窗的話 可能拍遊戲吧 但是 是 就是金色有些時代感 我想說用金色金屬物料 最好不要太亮了 因為到了Lacca或者 我回味了這個金屬物料 最好選一些雅光的金屬物料 金屬物料配件 這個也是顏色來的 反而物料上我有些改動 你會看到飯桌的位置 其實我用了磚 地板不好的特性 它是比較軟 對 軟身的木地板 磚的物料是比較硬 所以怎樣推拉都沒有所謂 它現在好像鋪著地毯 在飯桌下面的感覺 但是 它的角落頭的位置 我覺得現在有點尷尬 因為 它跟那個控室有些 相撞 那個位置 我在門口進來的時候 究竟 是一個飯廳 還是一個 偏廳 還是客廳 它現在界定那個位置 不拖不水 我會建議整組做了 一半的廳做了 一半的飯廳做了磚會好些 還有那個雕花的花紋邊 我覺得 其實我在磚底做了一個地暖 其實 OK 地暖沒問題 地板那集 我講過地暖 其實在香港真的有用 就算香港冷 一兩個月 你家裡做到恒溫的效果 其實差很遠 因為它是一個很硬的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 那個長部的質感 我先說一些好東西 地暖是OK的 地暖是適合的 我覺得 長部 其實厚一點是腸子 它有部位的質感 其實細心看下去 它其實是 有那個麻的質感 比較耐用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刮 因為它是厚身一點 還有厚的長部 其實有吸陰的效果 但你會發色 發色用幾何同胺 灰色的腸子 撞了一個白色的半腰木 它這個顏色就是太跳了 然後有冷性系的長部 再撞了一個 白色的暖性系的窗簾 到來 你覺得這間屋 就是很高鮮 我覺得這裡是示範單位 其實是沒有人煮過的 這個示範單位 我想會是在 東莞的示範單位 搞得不同 這間屋子 還有燈能否調低一點 你的客廳和飯廳 是用同一支燈 配合的 這麼傷狀態 我就覺得 我會覺得是懶 比較麻煩 這幅長生應該也很耐用 對呀 10年8年沒問題 先捉住我的手 你放心 這裡很安全 這裡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不要再用燈槽了 燈槽是一個很舊的設計項目 它除了老套之外 還會壓低了你的樓底 你本身一個樓底很高很grand的感覺 但是因為你的燈槽有一個橫線 切了 就會令到你的樓底更矮 我們照一個照明的系統 它可以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是吊燈 可以是逼燈 可以是桌燈 或者是地燈 我們不應該用燈去照天花板 你照天花板做什麼 那裡沒有東西看的 你照光做什麼 你照天花板做什麼 你照天花板 答應我 不要再用燈槽 如果牆身做了油漆 那你有用皮沙發呢 其實沙發一大部分的家庭 都會捏住牆身的 而開一個沙發呢 它的皮就會把油漆扯出來 不拍牆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為什麼窗台那個位 我不懂啊 為什麼窗台那個位 會有一條尷尬的長布線呢 暈石 長布 暈石 木 一個角落體有四個物料 暈石地腳線 我都覺得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呢 你做了一個主角之後 其他要通彈回去的 尤其是你用 這麼有紋的白暈石 花板沒有花的 我想問金色那個是做什麼 那個應該是Gallery的燈 我們照畫用的 它沒有在下面照盆栽 你作為主燈 你是想怎樣 好 主人房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細心欣賞一下 為什麼那個 有個燈在天花板上滲光 我做不做這集好 那個壁燈是漂亮的 那個壁燈是有牌子的 床都漂亮的 因為它糊塗木色面裡面包了 應該是 我記得是有牌子的 我希望這個衣櫃可以做到頂 因為它應該有一個陣在頂 如果你想像那個木可以吸到天花的話 它會整個感覺 整個整個牌子的整個牌子 整個牌子的感覺會更大 完整一點 更加 custom 還有不要用鋼琴塵 這隻太靈了 廁門 廁所廁門可以做大一點 因為它現在變成一個尷尬的 長 一個partition 長 衣櫃 這個間條就一卡卡卡卡卡 可以做寬一點 拉出來的 依然可以一整體 好像跟衣櫃的延伸 又或者另一個方法 就是做長的顏色 做一個隱藏的掏門的效果 收人二百萬 但是連那個插數都不會 做了地暖之餘 其實這屋子就行動一個smart home 因為現在香港也越來越多人 就是喜歡smart home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表面見不到 其實它的線路已經定在裝修前 要放在康牆裡面 但是你做完之後 你不跟別人說 哪些是智能家居的 你是燈造了智能家居 是電器還是什麼 是裝修費二百萬 可能一般來說 都覺得裝修費挺貴的 因為始終它沒有什麼大改動的間價 所以看不見的錢 所以其實二百萬 我覺得在這個地區 這些房子來說是值得花的 包底了包底了包底了 這是什麼感覺 還有牆子 美容院接待處 沒錯 哪有法式 事實上是港式到盡 似擺法見於各地唐人家庭 所有東西都吞到最盡 無論廳有多闊都啪窗 藝術品不可或缺 對 其實我也覺得差一點 我有看到它有些花盆 有隻鹿在一個櫃頂 Consul上面有一點點的 但也不是一些很有特色的東西 香港人做地暖笑死人 賺有錢人賺到最盡 有天可能身體很怕冷 即使香港一兩個月很冷 或者一兩天很冷 但是有地暖整個感覺不同 這個人家喜歡做地暖 就是他要求的 Smart Home都不用花到幾十萬 我不知道要用什麼牌子 可能有些真的很貴 我不懂 豪華路線都可以時尚一點 為什麼香港的紅妝可以這麼亮 我可不可以大膽一點說 就是很多香港的設計 就是做法式、日式、北歐風 但是很多時候出來的效果就是 如果在餐廳的概念就是 市由西餐 就是你放本地的感覺下去 但是堅硬按一個名字去做Marketing 去銷售客 就是這樣 二百萬裝修一千零一十七尺 山景前有舊公屋、沙磚、屏風的家 是開放式設計 哦 不是住的 那裡是想做一個類似日式的圓關 就是門口的矮 跟著上一級才進入 這個圓關 想做有效果的位應該夠大一點 就好看一點 至少放鞋 穿鞋應該要有足夠的位置去做這件事 臉部有通风,是否怕鞋撞或怎样? 其实不是通风,这个是用大券 好帅啊,小子! 听说这个门有关系 哦,如果是烫门,这只就适合尽 刚刚我们说的主人房厕所的门太小了 这个就够大气的感觉,够大约 像是一幅烫门,而且有效果和功能性 这个灯槽这样打下去,它会将所有不平的效果都显露出来 其实就算电视看这么低的像素,都已经看到那场哩哩哩哩哩 将来它放藝術品上去,它不够厚,它照不到藝術品 那个厚度不够,它这样照下去,然后你幅画 但是那个灯在这里,那个灯只是在这里,不是这样打下去 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效果 但是那不是遮住厨房了吗?那就可以够放在上面 就是挖在上面 都挺好的,有一道门可以做了两个空间的规划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山景很美啊! 为什么会遮住了它的山景呢? 为什么会遮住了他的山景呢? 我先听说他 我想你应该在很多其他地方都见过 在國安邨,要儲舊一幅牆,所以這次的設計就用了 儲舊一幅牆,所以設計就用了它 OK的,很簡約 白色都這麼... OK 其實廁所做得挺乾淨 我覺得它整個想要走Gallery 你看到通常Gallery是一個很普通的Canvas 你可以方便調配不同的藝術品、裝飾品 我想它很想走這個方向 如果我是一般住家的話 全白色的屋子真的不太實用 你上鏡看或者在IG或者你看到拍照 它會幫你撿一撿顏色 但是全白色的屋子,其實長的白色 家屍的白色,貴的白色 其實不可能是同一隻白色 除非你全部都只是上同一隻油漆 但是你不會的 因為長是油漆,木是木的油漆 傢俬是傢俬的,可能是塑膠 可能是...它的跌跌點都會有色差 所以這些色差會令到它... 白色那麼白,不是那麼白就會很黃 如果你想去現場看的話 一般家用我真的不太建議 就是在家用全白色去做 特別設計這間有24小時通風系統的貓房 設計了... 唉,在香港地,做貓做狗好過做人 不是長住真的沒什麼所謂 總之有一個位置收納所有的雜物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它招呼朋友的意思是怎樣 但是每一批朋友上來的容處都不同 可能有些人打麻將,有些人玩board game 很幼稚,可以收藏也不錯 或者放一些衣服,過夜一兩天也不錯 日式浴缸我也是建議大家 正正經買的浴缸 專門砌出來的浴缸 我已經聽過無數的客人反應 你頭一年用是沒問題的 但是用一下用一下,香港的水是有礦物質的 你用久了它是會有些礦物質 積在那邊 除非你每一次都用東西散散它 但是日子內了,它的漬物質只會越來越硬 你是散不掉的 加上它是一個白色磚砌出來的浴缸 那些漬物質就更加顯眼了 做日本風呂的感覺 其實市面上是真的有些現成的 直接買些現成,千萬不要砌 砌過又辛苦,用過又辛苦 真的不要搞這些 正如稅園區設計參考酒店隔局 有兩條通道可以進去 設計上做到生意落床 ok 這些很少見的 ok 我喜歡的 是窗來的 後面是窗來的 看一次的跡 對著這個窗 它不是整個窗都是窗 封了它吧 這麼美的山景 但是遮了它 一千呎單位 平均拉回兩千元一隻 兩頭 兩頭 即是包括設計費和物理師 設計費分開的 所以它又分開 嚇死它 我記得我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香港真的沒有設計費 但是近這十年八年 設計師開始收回設計費 其實是一件好事 設計也是一個專業 設計師也要吃飯 所以你給一個設計費去做那件事 對這個行業是有比較健康的做法 都是那句 懂得看就當然是看留言 用一塊墓碑遮住露台美景 真是天才 室內骨灰暗遮住大半個露台 其實為什麼沒有人想到 很明顯這間屋是用來金屋床嬌 封了窗不讓人偷拍 大婆殺到來 立即收到女兒 進工人房 封了牆 神不知鬼不覺 大婆草進來門口 還要剛好有個機關卡 給大家一堆時間 大家出發結束 你厲害 今次這個看人XX最開心系列 如果你喜歡的話 給個like 或者你在YouTube見到些什麼樓盤 你覺得很有生氣 有趣 好玩 你的影片 你不如tack我 我下次再做個reaction video 下支影片見 拜拜